各位安安,我是PonPon 那本部影片是奇境探險正式幅路線圖的攻略 那光攻亞瑟就打給觀眾看啦 這不就來了嗎? 那避免最後一關整個翻車要重打 那我們這邊先設幾個預防針 我們先把開場爆發 然後牽制類型的角色能量給存滿 那開場就能夠立刻放 那讓整體的翻車率大幅降低 那當然不一定要派上用場 就是不一定啦 那以防萬一嘛 那總而言之最後一關要在上場之前的角色 那能量都是要滿的是最好的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這邊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的位置 那這邊點完日記看一下在說什麼blah blah blah的 那之後我們就往左邊的火盆點下去 吸引冰元素 之後我們把上方的怪清掉 往左走到底之後 點那個往上發射的砲台 那這邊就是我們路線圖的第三個步驟 我們之後往地圖中間上方做移動 點選那個位置的火盆 之後點選左下的火盆 那引開冰元素 那這邊是路線圖的第五個步驟 那回到剛剛的火盆位置 那我們往左推進 把這些怪給清掉 並點選左側的火盆 那這邊是路線圖的第六步驟 就算了 一點點 方向 Frage 超級在路線圖的 減少地圖的 熊 反過 一點點 run 走 不 反過 打 我們來到了圓圈圈砲台區 我們這邊只要依序點選9點鐘方向的砲台和3點鐘方向的砲台 就可以讓冰元素繞半圈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去出發的 我們來比賽 就要把我打開 我們去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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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來到右上方移動 目前這一邊的話是路線圖的第九步驟 之後的路線就比較親民啦 那這也是讓大家比較方便 那全部直接依序 邊推過去點機關啊 然後邊打過去怪物 然後到右側的火盆 點下去 那這邊是第十二步驟 那十三步驟這邊 我們回到了地圖中間很常用到的火盆 一樣引開冰元素 然後我們增加了結冰的湖面 我們再打開冰元素 我們就找到這個火盆 好 但是,我們要來打開冰元素 我們要來打開冰元素 讓我們開始進行 然後我們來打開冰元素 等於三個月 就算是一個人 然後我們來打開了 我們來打開冰元素 我們去打開冰元素 好 1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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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步驟這邊開始往地圖右邊的區域做推進 我們點選右側的火盆 15 我們這邊繞路點回我們中間下面的左側火盆 16步我們這邊點選最右邊的綠葉機關把它開啟 17步我們這邊回到左下角初始的位置 然後我們來點選發射那個 非常長的聚集砲台 然後冰元素就會回到法陣的位置囉 18步這邊最後來到王關了 然後這邊非常強烈建議就是要上場的角色全部能量都是滿的 就是立刻可以放招的情況下 再做上場 那剩下就是要靠技術囉 那本部提音探險冰封動圖的路線圖攻略就在這邊結束 說真的我對於我冰封動圖的這個路線圖跟我用的這次攻略 我自己是覺得是我做路線圖以來應該算是最好的一次的作品 那也很謝謝就是其他大樓們也很支持我這件事情 然後也更謝謝就是每一位玩家 然後再把他給我GP啊這樣子 那本部影片這邊結束 那我是PonPon 喜歡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並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